哈囉 大家好 我是美根 今天的影片呢 我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秋冬最愛的五支唇膏 這個影片呢 真的是讓人非常的開心 因為只要想到可以跟你們分享唇膏 就會覺得 哇 好棒喔 因為我想應該很多人也都是唇彩控 那因為今天分享的唇膏都是我秋冬喜歡擦的 所以可能顏色會比較偏重一點 可能是酒紅色啊 或是土色之類的 所以如果你有好奇說 欸 美根你最近影片都是擦哪些唇膏的話 看今天這部影片就沒錯了 因為我都是這幾支在交替 那就讓我們馬上開始吧 那第一支就是露華農的經典璀璨唇膏 色號是445號 這個唇膏呢 我在很久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我還有幫他拍過試色的影片 我想應該有一些朋友是從那支影片開始認識我的 那這支唇膏呢 它剛開始 我記得上市的時候 445號非常的難買 但是現在我看貨架上都有 我覺得它真的是一個非常百搭的顏色 其實你在春夏的時候也可以擦 可是通常春夏的時候 我上的那個厚度不會上的太濃 因為我覺得它的顏色其實還是偏比較重一些些 但是現在秋冬我就會敢把它擦得非常的飽和 就是這樣子擦上去你就會覺得 它是一個很襯膚的顏色 而且我覺得不管什麼樣的膚色應該都可以用它 因為它不是說到一個非常 呃 非常鮮明的顏色 就是你好像你擦上去就覺得非常的淺味 它就是一個你上班上課 或是你平常出去玩都可以用的唇膏 而且這一支我覺得它擦上去很有氣質 它的顏色不像是大紅色那麼的鮮艷 可是你擦上去你還是可以感受到它很飽和的感覺 所以如果去參加什麼喜宴之類的 我覺得也很適合擦這一支 它的質地是屬於比較濕滑的口紅 所以呢你擦上去不會覺得卡卡的 就可以很順的就這樣子瞄上去 你就算嘴唇不需要先上護唇膏 我覺得它也不會卡卡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找一支不管任何場合都可以擦的口紅的話 我很推薦這支445號 下一個是Colourpop的Frick'n Frank 這個顏色其實我買蠻久了 可是我之前一直沒有很常擦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的顏色太重了 在春夏擦的時候我會覺得它的那個 顏色顯色度有點太強烈了 而且因為它是全無面的 我不太建議就是如果你是大素顏的時候擦它 因為會覺得很奇怪 我現在秋冬就是畫完全張 全張 畫完全妝的時候我就覺得擦它是OK的 我直接擦給你們看 因為它的顏色就是真的比較重一點 這支它擦完長這樣 你們看它是不是真的顏色比較強烈一點 它就是一個後母的顏色 就是如果你要試顏後母的話 擦它準沒錯 因為你擦上去就會覺得 哇好像心腸很壞的感覺 非常的濃 而且呢它是霧面的 帶有一點點的光澤感 所以呢它就是 就是一個存在感非常重的唇膏 可是我覺得化上妝之後擦這支唇膏 然後不覺得一切好像蠻合理的嘛 所以如果我今天穿比較帥氣一點的衣服 我就會擦它 因為我覺得它就是 有種很有個性的感覺 非常的搶眼 所以如果你一直想要找很重口味的唇膏的話 我非常推薦這個顏色 下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MAYBELLINE最近非常火紅的 極定色柔霧花命唇膏的 焦糖拿鐵 那這支它擦到嘴巴上長這樣 它是土色裡面帶有一點點的橘調 其實我那時候在看網路上的刷色的時候 我不覺得說這支是我喜歡的顏色 因為我平常比較少擦橘色調的口紅 因為我的皮膚沒有很白 我擦橘色調的口紅 我都會覺得看起來就是沒有很襯膚 可是這個塗色我意外的很喜歡耶 因為我覺得它好像真的是有調出一個 比較適合亞洲人的塗色 它不是說你真的好像就是 吃塗的顏色 可是呢它又是一個 跟你平常的開架唇膏裡面很不一樣的色調 那它擦上去是霧面的唇膏 可是你不會覺得它是那種乾乾的霧面 它是有一種柔膠的霧感 就是我剛開始擦上去的時候覺得很驚豔 就是覺得說 欸 它雖然是霧面的 可是你擦上去會覺得很滑順 我覺得它是屬於你不用化全妝也可以擦的口紅 就是你淡淡的擦上去也會很有氣色 可是我覺得這種土色的唇膏是比較見仁見智 因為像我姐她就覺得她不喜歡這個焦糖拿鐵的顏色 可是呢我個人就覺得說 這種淡淡的塗色我很喜歡 那下一個唇膏是Wade and Wild的磁色霧面唇膏 色號是1915B 那這支唇膏的顏色我覺得跟前面的445號有一點點的類似 可是它磚紅色的色調偏比較多 所以你本人看的時候會覺得這一支的顏色看起來比較紅一點 那它是屬於全霧面的唇膏 它的質地沒有像前面的霧面唇膏那麼的濕滑 所以如果你在畫的時候啊 你會有一種卡住的感覺 你們感覺出來嗎 就是你這樣 它會有好像 欸怎麼你畫到一半就煞車的感覺 它沒有就是你很順這樣可以勾來勾去的感覺 但是呢大家在買它的時候要注意 它是一個非常容易鬆脫的設計 如果你們有買過Wenewell這個系列的朋友們應該知道 你們看我的這個蓋子啊 就是會髒髒的 因為它的這個唇膏 它的身體沒有包覆著整個唇膏的本身 所以呢你這樣子在用的時候要很小心的蓋 不然呢你的那個唇膏就會沾到它這個邊邊 看起來髒髒的 所以如果你是很怕就是唇膏會弄到蓋子啊 或是不小心蓋子打開來的朋友們的話 我就不建議買這一支 可是把這些狀況都排除之外呢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漂亮的唇膏 而且它也是就是你平常上班上課也很適合擦的顏色 下一個是Wenewell的貓女郎超持久絲絨唇釉 色號是1925B 這個唇膏它擦到嘴巴上長這樣 那我們給它三秒鐘 我個人呢真的是非常的喜歡這個顏色 而且呢我買到它完全就是一個意外 我那時候其實是在PC他們上面買東西 我只是想湊一個免運 我就想說好那來買一支唇膏吧 色號呢我也沒有看得非常清楚 我就真的完全是一個盲選 結果呢我收到的那天擦上去 我真的覺得說天啊 它就是秋天 秋天就是這個顏色 它的這個色調真的是 我真的是近期 我的後宮門 它就是最常被我翻牌的那一支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這個色調 它不會說到太濃 你平常去上班的時候也可以擦 可是又不會說到好像就是很普通的感覺 人家還是會注意到你的嘴唇說 欸你這個顏色好像蠻好看的喔 是連我媽那一天我擦它出門的時候 我媽都說欸你今天這個唇膏顏色還蠻好看的 你看連媽媽都懂的顏色喔 是不是非常難得 因為通常長輩可能是不喜歡這種 比較紅比較深一些些的顏色 可是呢 你們看我真的很喜歡它 而且它是霧面的 但是也不會卡卡的 就是你這樣子綿 你也不會覺得說好像就是很不舒服的感覺 它是屬於讓你的嘴唇很舒服的霧面唇膏 而且這支唇膏因為它是霧面的 所以超級不容易掉 來直接親給你們看 你們看 完全不掉色 所以呢 我平常如果出門 不是吃那種需要嘴唇很直接碰到食物的 像什麼拉麵啊之類的 之外呢 它都是可以一整天都不會掉色的那一種 可是呢 我覺得它在補色的時候 不是說會到非常完美的補 就是你如果出去一整天你想要再讓它補一點 它的顏色會比你現在看這樣還要再更深一點 它是屬於你疊差上去會越來越深的唇膏 所以呢 不是說你現在看到這樣 你再疊一層上去呢 它會跟你低層的這個顏色會有一點點的區別 但是因為我實在是太愛這支唇膏了 所以這樣一點點的小缺點 完全無法動搖它在我心中的定位 我還是很喜歡使用它 但是前提是 你一定要是喜歡霧面唇膏的朋友才會喜歡它 因為霧面唇膏它擦上去一定會比一般的那種很濕滑的質地 還要來的卡一些些 然後會比較乾 所以呢 你出去一整天你的那個唇紋可能也會比較明顯一點 所以呢 如果你從來沒有嘗試過霧面唇膏 你想試試看的話 我會推薦它 可是呢 你如果不喜歡霧面唇膏那種卡卡的質地 就算我現在表示說我非常喜歡它 你也不要去買它 因為你不會喜歡這樣子比較卡的質地 而且我第一天收到這支唇膏的時候 我就迫不及待把它擦出門 因為我實在是太喜歡這個顏色了 我還把它拍照傳給我朋友看說 你看這個唇膏顏色好美 並且加上波浪號波浪號 就是你知道拉長音的感覺 我朋友就說 能讓你打出好美加上波浪號不容易 因為我之前有說過我是一個很冷靜的人 所以我平常打字其實我也不太打很多的表情符號 你看連我身旁的朋友都說能讓你有這麼驚訝的東西不容易 就知道說我對它的喜愛程度真的是非常的高 當然顏色這種東西是因人而異的 說不定有些朋友在看影片的時候 根本就覺得說這個顏色應該還好吧 有那麼誇張嗎 但是呢 我本人就是覺得說這個顏色真的是非常的適合秋冬 所以如果你看完這部影片有買這個顏色 也覺得這個顏色很美的話可以跟我分享 然後讓我知道說嗯我不孤單也是有其他朋友覺得這個顏色很美的 我想想如果今天這部影片破十萬人看的話 我就去把這個系列剩下的顏色全部都買回來拍個試冊影片 因為我真的是非常滿意這支唇膏 好那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今年秋冬很喜歡的唇膏們 希望其中有幾支有命中你的心 如果你有覺得說哪一個顏色也很好看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或是分享這部影片給你所有愛彩妝的姐妹們 這樣大家就可以一起分攤運費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希望你們喜歡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不要忘記開鈴鐺喔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